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边是在讲说 其实就型的这个档案系统 就是你都只有存档案 的这样子的系统其实比较不好 那他有哪些不好呢 他需要大规模的程式设计 因为 因为档案系统他就是要针对 每一个不同的档案去捞资料 所以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档案 他都要写很多客制化的程式 所以他需要大规模的程式设计 他无法执行 ad hoc query 无法执行这个即时性的查询 因为 你要 用 这个 档案系统去做query的话 你要对他写一支特定的程式 然后才能把他相对应的资料撈出来 所以当你对这个 比如说销售部门 下了一个 我要看这个第一季的 大台北地区的第一项产品的 销售状况的时候 这个MIS部门就要怎么样 就要赶快去写一支程式 然后去做对应的这种query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成即时性的查询 这个系统管理可能复杂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 大台北地区有大台北地区的销售系统 然后有程式员A 就是或者是那个工程师A在maintain大台北的系统 然后程式员B 就是程式设计师B在maintain这个南部的系统 所以这个系统管理起来会比较复杂 很难对现有的结构进行修改 因为它是档案系统 所以你如果 譬如说这个人事档加了一个栏位 你之前对这个人事档所写的所有的程式 要怎么样 就要做客制化 这样很累 譬如说这个薪资算的方式 可能会因为你人事的改变 譬如说他年资的改变 或者他服务地区的改变 或者是因为他服务客户的改变 他的那个红利就不一样 你的每一支程式你就要这样子去改 那安全的功能可能不足 就是其实档案系统并没有做这个什么 存取控制的机制 任何人可能都可以去新增删改 接下来讲到这个结构跟资料的相依性 这个结构相依性指的是什么 档案的存取跟它的结构有关 档案系统的应用程式会受到档案结构改变的影响 这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年资加一年 然后红利计算的方式不一样 譬如说年资五年 红利是加 譬如说乘以1.2倍 那年资六年变成乘以1.3倍 你可能年资改变 然后红利计算方式跟着改变 所以你的红利计算的程式你就要跟着改变 或者是档案结构 你红利计算的方式可能加了一个什么样的栏位 就是有没有卖到那个特殊产品 有卖到特殊产品 红利就要乘以2 你如果加了这个栏位的话 那你一样你的红利计算的方式也就要跟着改变 所以这个是什么 结构相依性 档案的存取跟它的结构有没有关系 这个叫结构相依性 结构独立性 你对着这个档案结构做一些修改的时候 不会影响应用程式存取资料的能力 你的档案做任何的修改 其实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应用程式 存取资料的能力的话 其实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什么 结构相依性要低 结构独立性要高 大概是这样 那资料相依性 当档案的资料储存特征发生任何变化 所有资料存取的程式都要跟着改变 其实资料相依性我们也是希望低 就是你的资料结构有任何的改变 希望都不要影响到你的程式 逻辑资料格式是什么 人类检视资料的方式 人类检视资料的方式 就是资料呈现到这个萤幕上 你用UI看得到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逻辑资料格式 譬如说我们的100跟200 譬如说我们销售 销售的上半年是100 下半年是200 所以我们加起来是300 上半年就占了销售的三分之一 下半年占了销售的三分之二 我们把它转成人类检视资料的方式 我们把它转成圆柄图的时候 结果是怎么样 一个扇形是60度角 对不起 一个扇形是120度角 一个扇形是240度角 就是加起来要是360度 所以应该是120跟240 一个是120度 一个是240度 这个就是人类检视资料的方式 这个实体资料格式 就是什么 电脑必须处理资料的方式 比如说学生档里面的 一笔学生记录的第一个栏位 叫做学号 它就要是数字型的栏位 然后它一定要有10个数字 那第二个栏位会是姓名这个栏位 然后它储存的资料格式 一定要是资源CHAR这样子的格式 这就是什么 实体资料格式 那结构独立性是什么 当对资料储存特征做修改 不影响应用程式 存取资料的能力 这个资料储存特征 也是在讲说一个资料表 如果你删减一个栏位 或者是对这个资料表里面的值 做一些修改的话 不影响你应用程式 去存取资料的能力 那接下来讲栏位定义跟命名的习惯 哪里 你说 这是资料 不好意思 这边是资料的相依 dependence就是相依 那independence就是独立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是 刚刚是讲的是什么 结构 structure的 那后面应该讲的是什么 应该讲的是data的 这边有打错了 那个 韩收的同学也就注意一下这里 就是资料储存特征 做一些修改的时候 它不会影响到什么 应用程式存取资料的能力 就是譬如说你的栏位有一些删减 或者是你某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譬如说从男性变女性 或手机的改变 不会影响到什么 你的应用程式存取你的能力 这叫做资料独立性